南海岸广场的创始人Henry Sagerstrom 这位远见着实的地产开发商 艺术投资人和慈善家 于今年2月20日 在位于Newport Beach的家中病逝 享年91岁 他曾经带领位于加州Costa Mesa市的 世界知名旅游购物中心南海岸广场 成为美国零售额最高的购物中心 年销售额超过17亿美元 为了纪念Henry Sagerstrom 给南海岸广场留下的财富 从5月8日起到5月31日 南海岸广场将举行一个名为 Courage of Imagination的雕塑展 该展由著名的日本雕塑家 Isamu Nokuchi创作 此次展出的作品 表现了Sagerstrom家族和Henry Sagerstrom 早年的事业和生活 1962年Sagerstrom家族 开始定制后来成为南海广场的计划 面对各种困难 这座购物中心向着成为全美最高营额额的方向发展 Sagerstrom先生对南海广场的设想是使其可以成为和美国任何一家购物中心所媲美 并使其在呈现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区域的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他的愿景已经实现 今天的南海广场被公认为拥有美国最大和最富盛名的奢侈品零售组合 南海广场是一个高档奢侈品购物中心 是美国最著名的购物中心之一 也是美国第三大购物中心 许多在全国范围内开店数量很少的高端奢侈品牌都选择了南海广场作为他们的开店地点 2005年 法国的奢侈品品牌Chloe在此开设了该品牌在美国的第二大店 2008年Rodeo Drive进驻南海广场 劳力士也在此开设了该品牌在美国的旗舰店 如今南海广场年均吸引超过24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已经成为南加州乃至美国西岸不可多得的旅游购物天堂 国际卫视记者综合报道 好 好 好